哇,十三星藥 蠻牛的 那麼多的硬幣 不過這個箱子還不錯 看起來應該可以讓大家 閱一下 可以點吧 不能買,我不能買來抽 我有在直播嗎 偶爾會開啦,就因為最近其實我蠻忙的 我在忙飲料店的事情比較多 對啊 所以就比較少開台 哇,最後一階段,大絲 請問成長蜜藥還會補貨嗎 成長蜜藥還會補貨嗎 你自己的 商店內容下面,他只要寫伺服器 剩下幾個,你買完你就沒有了 看一下大絲階段的椅子 好,我們每個椅子都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,那椅子可以坐給他們看嗎 可以可以可以,那我就把椅子都買起來 哇 這,這,我沒錢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,我沒錢啦 不好意思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 這是燭光晚餐 齁,大家坐在這裡啦 然後 演唱會 演唱會給花語開啊 留言 留言 我是在看留言,不是在看手機 好不好 然後,喔 喔,大絲到選家之劍交換券 能看一下四轉蒼龍改了被動嗎 蒼龍市轉改了被動嗎 我看看四轉有改什麼被動 還小一點 總哥,蒼龍市轉有改什麼被動啊 喔有啊,有被動 什麼什麼 哪里哪里 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,多了10%中傷啊 喔,10%中傷 蠻香的啦 好不好,加減啦 可以給點錢買椅子嗎 閃現有幾個 劍可以買給大家看齁 可以啊 然後我就買了 威爾機器人 買啊 那個硬幣有點限制耶 我們挑一下好了 可是買完這幾個絕對不夠 我買特定幾個啦 好不好,威爾機器人感覺 蠻鳥的,就 欸,對不起啦威爾 我就把幾個特定看起來不錯的 閃耀有幾個 閃耀有十個 嗯 閃耀有十個 就,欸,好像蠻適合 RB玩家耶 買來跳傳說啦 好,然後 大概商店就這樣吧 我覺得 君民登陸陣這個系列還不錯 欸,他們看到後面的嗎 就是 王牌的 王牌跟大師看過 這樣會看到他幾號創九的 我看 看到嗎 對啊 我看他什麼時候創 今天創的啦 欸,沒有喔 蛤,對 9125 哇,他創在未來耶 哇,哇 哇,來自未來 哇 未來的角色 因為十六才可以上 哇 換別直接買 欸,他很聰明耶 換別直接買 可以 對阿,其他角色有硬幣耶 大師或選家椅子 我直接 我直接變 欸 奇怪形狀在揮舞刀劍 不錯不錯 蜜寶箱 大源頭 這超級大源頭 看起來挺光滑的 可是他們說 蜜寶箱可以開到幾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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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今天機率性的 那個 商品我們不能幫大家掩飾啊 要可能你們自己去試試看 抱歉 抱歉 很厲害 對 然後 我看囉 我們就要吃個道具唄 我們可以騎黑酒耶 哇 好 小傢伙你要被我騎耶 嘿嘿嘿 哈哈 好痛 騎起來 那雕像真的很光滑耶 那竟然看起來挺牛逼的啊 大師椅子內容被擋住了 真的喔 大師椅子內容被擋住了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幫你拉一下 是小事 是那個道具示範 這裡 對 你到時候按那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 因為你的那個鏡頭會擋到 喔 這樣子 嗯 這樣讓大家看一下喔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直播間問 嗯 喔 十五星五千個喔 很適合小隻啦 五千個十五星 五千個硬幣換一個十五星耶 昌龍不只改兩招吧 打折打折 是嗎 昌龍怎麼樣 不只改兩招吧 昌龍改很多吧 其他有些有小改 小改 其他是小改 可以跳的色 可以跳的色 這個我們試試看 他就一直彰彰的 跳著射 蛤 蛤 蛤 喔喔喔喔喔 噶噶 欸嘿 看起來蠻爽的啦 很像射擊遊戲欸 對啊 看起來很像射擊遊戲欸 嘿咻啊 太心爆了 可是感覺手有點短 這把刀很心爆欸 這把刀很心爆欸 你必折扣嗎 有啊 還有一次吧 後面還有 好啊我們 我們就來騎黑丘吧 這種吉祥物一定要騎一下 哇他屁股蠻Q彈的 好可愛啊 對啊 更新買完會再補嗎 蠻彈的 其實會有一些不會 還不錯 公新買完會再補嗎 蛤 他不會補 像密法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也是很受創啊 我以為他會補齁 我買了一個他就再也沒補 他也剩餘一個 他就剩餘一個 他怎麼更新都不會補 他以前有的是 下面會有一行 幾號幾號他會重製 沒錯 那種就是他就 你還會補的 像這個20個 你就只能買20個 對 然後 好 因為他硬幣 他那個最後一階可以買 不行 不行從25星 他那個硬幣王牌 冒險硬幣上限是多少呢 冒險硬幣上限是多少呢 我們問一下 四個九 四個九 一萬解一啦 一萬解一 可以看那個颱蜂蜜藥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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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兩百多的 兩百二十五的 以下可以吃 颱蜂蜜藥 在這裡 哇兩百到二三九的角色 可以升一等喔 這麼香喔 這樣上面吃應該有幾個字吧 地瓜球可以吃 是啊 可以吃得像樹人一樣 他升一等超虧的耶 升一等耶 加減啦加減 沒關係你就經過二次活動 至少可以升一等 對阿 阿這個椅子不能飛 阿就BringBring的 這樣 嘿 三彩之行 有三彩之行 這是幾場 這可以飛 喔你沒有學飛 所以喔 我還想說 這邊都有調好 抱歉抱歉 他可以飛啦 對這邊不能飛 還有他沒有學飛 人家說沒上限的 印幣沒上限的 印幣沒上限嗎 印幣沒上限嗎 喔那 因為我們是問官方人員的 所以我們有點不了解 大家了解一下 印幣999之後就不能拿了嗎 還是跟之前一樣沒顯示而已 他上面只會顯示999 阿你進去點上限的時候還會 喔 你上面只會顯示最多到999 4個9 然後 你其實還會累積的啦 初心者沒有辦法開放到下路 對啊 他可以當上路王者 他可以當上端王者 對他可以當上端王者 上端王者 初心者 代米安東八耶 花語275要練多久 代米安東八 代米安東八 花語275要練多久 誰問了 好 那我們 暢龍也給大家大概演示完了 其實 其實 這個 這兩個職業 我們這邊的人都不太會玩 所以只能跟大家做個基本的演示 接下來是花語要跟你 跟你們大家talk 換壽司啦 我在看聊天室齁 交給他囉 換一下 我去旁邊 超龍可以去打王嗎 隨便一隻我 超龍可以打王嗎 你去敲幾下 去敲幾下 好不好 那個連射啊 剛剛那個 其實我是覺得 拿去實驗打 但你還是不錯 可惜